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现有物业的按揭贷款降至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 审查英国新的比赛适合上市规则搜查 今日股市、2024年首个交易日 亚洲市场呈现混合走势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不应聚 活跃的出版商黎智英在香港国家安全审判中表示不认罪 请大家收看 香港现有物业的按揭贷款降至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 彭博社 2021年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创下33年来的最低记录 仅有58,023不房地产交易被记录下来 这是自1991年开始记录数据以来的最低数字 交易量的下降归因于利率上升 人口外流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等因素 预计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2024年仍将保持低迷 预测大规模住宅价格要摩保持平稳 要摩下跌最多5% 此外 香港房地产的抵押贷款数量也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审查英国新的比赛适合上市规则搜查 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 提出了新的英国上市规则 这些提议旨在使英国的上市制度 根据竞争力 鼓励公司在伦敦筹集资金 改革包括合併高级和标准上市板块 取消首次公开务股的三年经营记录要求 允许双重股份结构 并取消重大交易的股东投票 然而 这些提议受到了批评 因为他们明显放宽了投资者的保护措施 FCA承认了这一点 称这些提议将导致风险再平衡 伦敦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中心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一些知名公司选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 而不是伦敦证券交易所 英国希望吸引更多的首次公开务股 恢复其作为首选股票上市和筹资场所的地位 然而 有人认为 所提出的改革并未解决伦敦资本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 如经济增长乏力 高税收和投资者对市场表现不佳的信心不足 今日股市 2024年首个交易日 亚洲市场呈现混合走势 美联社 周二 亚洲市场大多下跌 因为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出现疲弱迹象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4%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和龙湖集团控股股价大幅下跌 12月份中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调查下降至49% 表明需求疲弱 经济环境严峻 然而 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略有改善 达到50.8% 香港 传媒大亨黎智英不认罪 德国之声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对根据该市国家安全法提出的指控表示不认罪 作为中国的批评者 黎智英面临两项串谋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和一项串谋 发表煽动性出版物的指控 这次审判受到西方大国的密切关注 他们将其视为对香港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法下自由的一次考验 英国和美国都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 并将此次审判描述为政治动机 香港当局坚称黎智英将接受公正的审判 活跃的出版商黎智英在香港国家安全审判中表示不认罪 加拿大环球邮报 香港出版商兼民主活动加黎智英对国家安全罪名 包括煽动叛乱和与外国势力密谋 表示不认罪 预计这场审判将持续至今年大部分时间 检察官指控黎智英在2019年的反政府骚乱期间与外国政治家会面 包括默克、冯佩奥以游说对香港实施制裁 黎智英的辩护团队称这场审判是一场假审 并表示他们预计无论证据如何 他都会被判有罪 西方国家呼吁释放黎智英 谴责他的起诉是对意义和新闻自由的攻击 2024年 对立的罪述将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 路透观点 选民、中央银行、科技巨头和官僚们所得出的教训 将在未来几年索造经济、企业和市场 政治意识形态 中央银行、主权债务可持续性 企业活动、人工智能和绿色创新是明年 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 泛式转变和意外事件有可能使 最有说服力的罪事和泛式失去方向 泰国将永久面除中国游客的签证要求 南华早报 泰国和中国宣布从3月起 永久面除对方公民的签证要求 这一举措预计将促进两国之间的旅游业发展 并提升双方关系 泰国高度依赖旅游业 中国是其主要来源市场之一 2023年 泰国迎接了2800万外国游客 为国家带来了349.3亿美元的收入 该国最初目标是在2023年 吸引500万中国游客 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起了担忧 此外 泰国还将有8家新的泰国航空公司开始运营 因为该国预计休闲旅游的持续恢复将吸引约3500万外国游客 今年泰国将有8家新航空公司开始营运 休闲旅游逐渐恢复 彭博社 8家泰国新航空公司已获得运输部长的批准 开始运营 因为该国预计休闲旅游将恢复 这些新航空公司将与泰国航空和亚洲航空等航空公司竞争 争取今年预计通过该国主要机场的1.3亿旅客的份额 其中一家新航空公司Really Cool Airlines 计划在中长途国际航线上提供定期服务 并将于3月开始提供包机服务 其他计划今年开始运营的航空公司 包括Pattaya Airways,Asian Aerospace Service,Aventia Sartre,Siam Seaplane和Asia Atlantic Airlines 2024年的五个重大金融问题 金融时报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经过一年的低并救交易量和IPL收益下滑后 交易和私募股权活动可能在2024年出现复苏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结议 鲍威尔表示利率上升周期可能已经结束 市场可能正在解动 与此同时 私募股权集团和大型企业在2023年避免进行交易 现在面临着达成交易的压力 报道警告说 复苏的程度仍然不确定 考虑到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 但银行家、律师和顾问正在为更活跃的一年做准备 2023年艺术市场回顾 奢侈品繁荣、印象派艺术低迷 英国每日电讯 2023年艺术市场面临挑战 艺术拍卖销售额较去年下降了27% 苏富比以62.8亿英镑81.1亿美元的销售额脱颖而出 与2022年持平 其最高销售额是北加索1932年的画作 Fam A with Grave Law Monta 在纽约以1.393亿美元1.13亿英镑成交 与此同时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的、首持善指的贵妇人 以8530万英镑的价格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作品 克里斯帝拍卖行以50亿英镑的销售额排名第二 销售额较2022年下降了26% 但如果不计算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亚伦的收藏品 这一数字则下降到7% 苏富比和克里斯帝现在都将自己标榜为 艺术和奢侈品、拍卖商、奢侈品如手袋和手标 在亚洲买家中恳受欢迎 印象派市场销售额下降最为严重 下降了53.4% 而古代大师市场仅下降了5.5% 巴黎作为国际艺术中心的挖起也受到了关注 该城市的拍卖会首次超过伦敦的freeze周销售额 印度正在追赶中国的经济 但有些事情阻碍了他的发展 纽约时报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印度繁榮的经济并未得到印度企业的相应投资 预计印度的总产出今年将增长6% 但印度企业的投资停滞不前 而来自海外的资金也在减少 政府支出需要减少 私营部门的投资需要增加 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说法 印度的目标是在2047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每年的增长率需要接近8%至9% 股市正在蓬勃发展 但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一年中 从400亿美元减少到130亿美元 世界银行认为 政府支出需要引发企业支出的爆发 印度世界银行的国家主任奥古斯特·塔诺 富亚梅表示 要加快信心的增长 善靠公共投资是不救的 你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以促使私营部门投资 最新的台湾民调显示 亲美的民进党将取得选举胜利 彭博社 根据最终选举民调 台湾执政党有望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权 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领先于 国民党的主要反对派候选人后友谊 领先幅度为3-11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 赖清德的胜利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努力将台湾拉近北京的一次挫败 赖清德的胜利将代表对与北京更多接触的拒绝 许多支持者担心者将使台湾走向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股市在假期后交易中下跌 经济困境持续存在 彭博社 中国股市在新年依此出现下滑 原因是疲弱的制造业和房屋销售数据引发了对该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中正300指数下跌了1.1%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滑了1.8% 成为该地区表现最差的指数之一 疲弱的数据可能会引发对中国当局实施更多刺激措施的预期 他们已经承诺在2024年保持促进增长的立场 中国股市在2023年的最后几个交易日中有所上涨 但全球基金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从国内股票市场撤回了5.05亿美元 油价在红海地区升级的紧张局势中上涨 最新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 在伊朗派遣一艘军艦进入红海 可以回应美国海军击沉三首湖塞反半军船隻猴 石油价格上涨 这一事件加剧了这一重要航运路线的紧张局势 航运公司因湖塞反半军的袭击而被开该地区 由于这一事件 布伦特原油在组盘交易中上涨了2% 接近每桶79美元 入境游客推动日本百货公司销售创下历史新高 日经亚洲 由于游客的救命狂潮 日本百货公司的销售额创下了历史新高 尽管中国游客数量下降 但11月份的免税销售额达到了394.9亿日元 2.79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倍 日元贬值推动了销售额的增长 游客购买了奢侈品牌的高端商品 虽然中国游客在2019年占到了销售额的近80% 但这一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了46.1% 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客和年轻消费者填补了这一差距 中国恢复煤炭关税 对俄罗斯出口商构成威胁 彭博社 中国已重新对煤炭征收进口关税 可能威胁到依赖中国市场的俄罗斯出口商 这些关税在2022年5月被取消 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供应风险的预防措施 这导致煤炭进口创下纪录 其中包括被其他买家拒绝的更多俄罗斯煤炭 然而 中国的政策现在已转向保护国内煤炭过剩的矿业公司 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煤炭出口国 目标是每年供应1亿吨 为了维持这些数量 俄罗斯的价格将不得不下降 危红灯仍然牢牢抓住香港人的心 金融时报 制作危红灯招牌的艺术正逐渐从香港的街头消失 因为企业转向烈招牌 当地政府也在执行对未经授权和不安全的招牌的规定 现在只有8位工匠仍然保持这项技术 而过去曾有大约30位工匠为商店和餐厅制作招牌 危红灯被视为香港自由奔放时代的象征 其数量的下降令当地居民感到不悦 然而 一些传统企业和新一代的顾客 仍然对拥有危红灯招牌感兴趣 Miniso将在香港开设旗艦品牌店 已实现最大的零售影响力 南话早报 中国平价零售商明创优品集团计划于下个月 在香港尖沙咀区开设期最大的品牌代表店 该公司计划加强其在该城市的品牌存在 因为他相信市场上仍存在重大机会 明创优品还利用各种在线内容来提高年轻消费者 对品牌的认识 这家销售生活方式产品的零售商计划 在未来几年内在香港开设100家店铺 并计划在2023年每季度在海外市场 开设350至450家新店 比特币至2022年4月以来首次攀升至45,000美元以上 雅虎 比特币至2022年4月以来首次达到45,000美元 以太币上涨1%至2376美元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是否会批准现货比特币ETF 监管机构近年来已拒绝了多个申请 担心加密货币市场容易受到操纵 然而监管机构最近的信号表明 SEC更有可能批准至少13个提议的ETF之一 预计将在1月初做出决定 央行今年有可能降息的潜力也有助于提振加密货币 此前由于FTX和其他加密货币业务的失败 2022年的前景暗淡 提升的移居性并不意味着香港将回归疫情前的正常状态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亚太研究所至2017年以来一直追踪居民对香港移居程度的评分 由于包括反送中运动和COVID-19疫情在内的各种因素 评分在这些年间有所波动 2023年9月的最新评分是平均56.5分 显示基于安全和稳定的新常态 然而 自2022年以来 评分相对稳定 这表明需要更多努力来解决住房条件 生活成本 教育体系和个人自由等问题 以提高移居程度 Hey!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道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道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一些新闻 包括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英国的上市规则 亚洲市场的走势 以及一些国际事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2021年 创下了33年来的最低交易量 这主要是由于利率上升 人口外流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所致 预计在2024年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会保持低迷 大规模住宅价格要摩保持平稳 要摩下跌最多5% 同时 香港的抵押贷款数量 也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看来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面临一些挑战 对于哪些希望在香港购买房屋的人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上市规则 金融时报报道称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提出了一些新的上市规则 只在使英国的上市制度更具竞争力 这些改革包括合并高级和标准上市板块 取消首次公开务股的三年经营记录要求 允许双重股份结构 以及取消重大交易的股东投票 然而 这些提议受到了批评 因为他们明显放宽了投资者的保护措施 不过 英国希望通过这些改革吸引更多的首次公开务股 恢复其作为首选股票上市和筹资场所的地位 不过 有人认为 所提出的改革并未解决伦敦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不论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些改革是否能够为英国的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再来 让我们来看看亚洲市场的走势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亚洲市场在2024年的首个交易日程现出混合的走势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4%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和农湖集团控股股价大幅下跌 同时 中国的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了一些疲弱迹象 然而 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略有改善 达到50.8 看来 亚洲市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面临一些挑战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国际事件 德国之声报道称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对根据该市国家安全法提出的指控表示不认罪 作为中国的批评者 黎智英面临两项串谋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和一项串谋 发表善动性出版物的指控 这次审判受到西方大国的密切关注 他们将其视为对香港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法下自由的一次考验 英国和美国都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 并将此次审判描述为政治动机 香港当局则坚称黎智英将接受公正的审判 看来,这次审判将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国家安全法下的自由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比特币的走势 根据雅虎的报道 比特币自2022年4月以来首次达到45,000美元 以太币也上涨了1%至2,376美元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是否会批准现货比特币ETF 监管机构最近的讯号表明 SCC更有可能批准至少13个提议的ETF之一 这可能会对加密货币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外,央行今年有可能降息 这也有助于提振加密货币的价格 看来,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在2024年可能会继续受到关注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包括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英国的上市规则 亚洲市场的走势以及一些国际事件 我们看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面临了一些挑战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英国希望通过改革吸引更多的首次公开务股 但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亚洲市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面临了一些挑战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最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走势也受到了关注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现在,我想邀请观众们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请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页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